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聪 早前复活节假期有几十万香港人出境 北上消费 因为大家都觉得内地吃东西消费便宜很多 我明白的 因为我现在都住在珠海 因为我心里是一个澳门人 上来都觉得东西真的很便宜 而你们平时在香港消费上来感受应该是更大 但是便宜是否一定好呢? 这个就很难说了 因为很多不良的商家为了降低成本 就用一些有问题的食材 而吃了这些东西就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好的 甚至现在很多的餐厅都开始用这个预製菜来提供给客人 而网上都有人开玩笑地说 就是我叫外卖就是不想煮饭 但竟然间餐厅跟我一样都是不想煮饭 那说到这个预製菜 话说在内地的央视 早前就举办了一个315晚会的节目 里面就有讲到一些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 特别我这些纯肉蓝蟹 每次看到肉就肉霸不能肉去幻形 而梅菜扣肉就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 不过它在内地就很受欢迎 我们平时吃的梅菜扣肉 大部分都是用猪的五花腩来制成的 但因为它做法工序繁多 所以人们通常都是出街吃或者叫外卖 就很少会自己煮的 而近年你在内地的超市都会经常见到 这个梅菜扣肉的预製菜版本可以买的 而我之前都曾经见过 就都心动动想买回来试一下 但幸好因为我比较懒 虽然讲一下预製菜 但你都要自己下去弄热它 那怎么也不够叫外卖方便 所以我就没有买到的 但也很幸好因为我懒上去没有买到 为什么呢? 根据315记者调查 它就曝光了三间比较大的 梅菜扣肉预製菜生产商的制作过程 就曝光了它们竟然用猪的租头肉 去代替五花肉来生产 根据记者报道 一斤的五花腩它的批发价是12元 而租头肉一斤只是3元 足足便宜了4倍 而什么租头肉呢? 其实租头肉就类似我们平时讲的琳巴肉 就是在猪头和身体连接着的地方 就是猪颈肉一点 和我们平时吃的猪颈肉有点不同 因为当中含有大量的琳巴结 脂肪瘤和甲状腺 基本上整只猪的毒素就在这里 就属于垃圾肉的一种 大多数的猪它们平时的治疗 通常都是些人吃剩的饭 吃剩的菜这些 食物有时可能腐烂或者变坏了 所以就有很多小群会进入猪的身体 而这些小群和病毒就会受到猪的琳巴腺 和免疫器官的抑制 所以这些含有琳巴腺的垃圾肉 是不适合人类食用的 就算你用100度的高温去烹调 都不能够完全杀死这些细菌和病毒 在国家的标准是规定了 对这些屠宰后的猪 是一定要进行整修 这些位置一定要撤走 是不可以卖给人的 但有些不良的商家 就用这些垃圾肉 去代替五花腊 来降低制作成本 首先记者茶房的第一间 就是这一间 据称是由2015年开始生产研发 和售卖梅菜扣肉的预製菜 亦是当地生产梅菜扣肉预製菜的龙头企业 记者假扮是客人 就进去调查 而他在调查的过程中 是不需要做任何消毒措施 都可以进去参观 记者进入这间房子 这间房子是专门为梅菜扣肉的成品 进行整修的 而那里的员工也很老实 就直接说明 这些肉就是糟头肉 就是糟头肉的 对呀 记者在一盘未整修的熟肉盘里 就拿起了一块肉 但依然看到有非常明显的线体在上面 而工人的解释是什么呢 他就说如果将这些线体 全部切出来的话 可能肉就不够厚 可能会太薄 你看这个上面都有吗 其实太贱了 可能货度不够 所以我想基本上 很多的梅菜扣肉上面 都会有这些笋巴 原来所谓的抵食夹大件 都是有代价的 之后记者还走访了 另一间食品公司 就是这一间 他们生产的梅菜扣肉 连抖音上很熟的东方欣选 和疯狂小羊哥都曾经在直播中卖过的 记者去到就发现 他们把大量的冷冻肉 直接放在室外那里 和羊刚玩游戏 而这些冷冻肉的包装上面 都写明的是这个糟头肉 可能是他们知道的肉 本身就不太健康 所以就放在外面 让他们晒下太阳 看看会不会健康一点 记者都从公司的负责人身上得知 在他们的产品里面 糟头肉是煮完了的 就占了60% 但炒头的能有多少 炒头的能有多少 炒头的能有60岁 也好 还有40%的良心 记者接着就再进到他们的整修房里面 就发现工人非常努力 在撤走那些淋巴结和甲状线体 但搞笑的是 记者发现 经过整修完的肉 上面都有非常明显的线体存在 这么像那些 平时在公司办忙 但其实什么都没有做过同事 而他们解释是什么呢 他们就说到有些工人可能做得不好 所以就怎样都有少少 这些都是线体 有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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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这样切得不干净 那些人会不会吃得出的呢? 工作人员就很有信心地说 吃不出的 喂 但吃不出而已 吃到肚子会不会对身体有害呢? 这位工作人员就没有直接回答 他只是说了一句 我不吃 这些就是公关 大家订阅吧 接下来的食品公司就更加恶劣 一样是大量的冷冻肉 放在阳光下面 有些甚至是开包装 直接晒着肉 然后肉直接用叉车混进去 这辆车就这样看 应该没有做过任何保护和消毒 可能我看不到 或者误会了它 而且他们将生肉和熟肉 放在同一间房间 中间就总有一些空位 我想这些细菌可能 去不了那么远吧? 我也不知道 这些我不熟 但最离谱的是什么呢? 他们会把一些冻肉的包装袋 直接放在熟肉上面 大哥 你是不是怕肉会冻 你帮它盖皮 还是想碰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都这么不讲卫生 你那些包装袋 你放在地上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要放在熟肉上面 大哥 你一时又这么好手尾 一时又这么好手尾 很难触摸 而且以上两家公司都是一样的 他们的工人 虽然会切走淋巴结 和甲状线体 但也是切不干净的 他们的说法就是 如果肉切完 就会少了 薄了 你还是会留一点 上面你不注意 让它的鸡 鸡肉就死掉 真的太有良心了 大家素尾谋面 你买些梅菜扣肉给我 都买得这么便宜 你还会担心我吃不饱 我是你 不过其实这间公司 在二月份 已经被人进行了处罚 罚了四万九千元 而且没收了所有 违法生产的产品 罚完之后 他们到底没有吸收到教训呢? 是有的 他们就学会了 就要小心一点 隐蔽一点 不要再被人发现了 很理智啊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一点 因为现在预製菜 基本上已经入侵了我们的生活了 就好像上次去广州 就去了两间茶楼 喝茶的 有一间我之前去过 有间人第一次去 那我两间呢 我吃点心的时候 都发现 跟之前吃的不同 有间我吃开的 我都觉得味道是不同了 我都怀疑点心 是不是预製菜 后面呢 我也有在抖音开直播 就问过一些广州的观众 他们都说 现在很多酒楼 其实都在用预製菜 但我觉得预製菜 可能都没办法 是个趋势来的 但是 唉 可不可以有良心少少 那说完这个梅菜扣肉 那就讲讲其他 正所谓是酒肉朋友 有肉就一定有酒才是朋友 虽然这个转场 就可能有少少尴尬 但也不及我接下来 要介绍这瓶酒尴尬 根据315晚会的报道 由2020年开始 在市场上 有一款高端商务白酒 横空出世 就是由青海春天 所推出的一款 亭花酒 最便宜的款 都要5860元 而最贵的款 可以到58600元 天花酒 所代表的一切 都表现为 从未体验过的好喝 和前所未有的饮用价值 天花酒 好喝 从未体验过的好喝 天花精品装 每瓶58600元 天花酒 哇 喝花酒果然是贵 在3年内 无论是电影 机场 期刊等等 都会看到他们相关的身影 其中一条广告片 是令我很深刻的 原来好酒是可以听出来的 真是不知要喝多少才能想到这一句 根据青海春天董事长 和听花酒的总设计师 张雪峰 过往的访问 和官网透露 这款听花酒 是经过一位 貌似是太上老君的人 报梦给他 教他如何研究出来 是上片赐给我们普通人的巨大恩惠 有一天晚上 就在这楼下实验室 我在那坐在趴的摄像桌上 就睡了 睡着了 就做了个梦 我就梦到我在昆登山找林丹妙药 就想为这个酒找药 一个太上老君模样的人 飘过来 拿着我的桌子 叉叉叉 就是那个佛城 就写了个佛字 就走了 一句话没说 其实我真的很想找回整条片 回来看看 到底主持人有没有笑到呢 他是怎样可以隐笑的呢 这是上天 不是我们做出来的 是上天 给赢家们 赢者们的一个巨大的恩惠吧 真的是这样 这个您真的是把做药的这个思路 这个健康的这个理念 贯穿到这个百流当中来 那好 这个最后也很期待 我们听话的上市 真的很专业 而且根据你们官网介绍 这一款酒 还找了三位 诺贝尔得主 为这个产品研究指导 其中一位 叫做菲利德穆拉德 还有这个韦哥之父的称号 这酒喝完不太厉害? 又真的 根据315晚会报导 听花酒的员工介绍 这一支是一支相当伟大的酒 调节性功能 甚至声称了 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客人 喝完之后 在早上的五点多 就突然微信他 就说自己精力旺盛到梦为 四十多岁梦为 大佬 那个也是一个铁大传统公司的老板 应该不到五十 四十多年 你看他凌晨五点四十一 个发现人 清晨精闻自一 属于正常现象 就是因为 调动身体自调理的这个过程 让你身体状态越来越好 就是我说的 可能你说男生喝就有用 那女生喝有什么用 梦为帮不了 不是的 女生喝更厉害 他五十多岁了 他已经处于绝经的边缘 每天适量你用一两左右 然后连续喝了一个月左右 他又来那个月经 他去医院检查之后 他的卵泡 包括他的性激素又回升了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又回升了 这么神奇 都和他这个年龄是不符的 真是很感人 失散多年的亲人 都突然间可以见得回 孝顺 甚至员工还拿了一本 《中国食品》的期刊 里面有提到 适量饮用这个听花酒 不单只可以起到一定的 辅助降压作用 还可以减少心律波动产生的风险 以及对这个绝经期的女性 可以起到一定的抗衰老作用 提高你的活力 改善你的睡眠 平复你的情绪 调理你的生理敏乱等等 还有改善你自主神经失调的作用 而且不论你是男定女 喝完之后 你的焦虑情况 都要得到明显的改善 令我想起一件事 自从我吃了这大点牛鸡之后 脑筋好很多 每次口试都得到一百分 我吃了之后不是比较漂亮 我吃了之后 肌肉明显高了 大脆了 肌酸叹回来 看到这里 如果这枝酒真的这么神奇 的确是上天 似给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恩惠 听完这枝酒的神奇功效之后 我觉得就算我没喝 都好像喝醉了 但先不论他说的效果是真还是假 根据315报导 在国家食品生存许可管理办法里 规定了酒类属于食品 而食品安全法里都明明规定了 食品的广告内容应该真实合法 不可以有虚假部分 不可以涉及疾病与防治疗功能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广告法里 都明确规定了酒类广告是不可以明示 或者暗示喝酒可以消除紧张和焦虑 或者增加体力等等这些功效 而之后记者都去了听花酒的总部 而总部的员工都递了一本期刊给到记者 上面有说到听花酒的国际专利申请被公布 代表着研究成果已经初步得到国际权威认可 以及根据听花酒公开资料显示 听花酒所申请的国际专利是什么呢? 就是酒精和凉味剂的组合物 在调节性功能、保护心脑血管系统、 促进肝胜细胞再生、抗肿瘤、 提高免疫力和睡眠质量上的用途 听到这些聪明的人应该都留意到 他这个是申请被公布 而不是申请成功 但他们的职员就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现在是在专利申请公布阶段 就是这个国际知识产队组织 它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把你申请公布呢? 就是它已经经过实验 证实你这些数据是有效的、是真实的 它才能把你专利公布出来 所以其实就是因为听话说它的健康价值是最值钱的 但经过记者去到相关的专利代理机构调查 就发现所谓的国际申请日和国际公布日 就其实是不代表它是成功获得这个国际专利的认可 但是它那种说明是什么? 不能说明是什么? 不能说明是什么? 就只是代表他们申请进入了这个公布阶段 申请完它们在一个日子里全部都要公布的 但是它公布就不代表你申请成功 也有可能被它公布后你是申请不成功的 即是说其实是个个人都可以申请的 而记者去到世界知识产权官网查询 就发现这一项的专利在国家阶段的处理状态中 依然是空白的 即是说这个听话咒 是暂时都未能够成功申请到这个国际专利的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广告法里 就说了禁止使用未授予专利权的专利申请 以及已经终止撤销无效的专利作为广告 另外这位专利代理机构人员还在交谈里 提到这项专利中所提到的凉味剂 其实是什么?就是薄荷 就是薄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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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荷 对薄荷 薄荷的提取 我们以前爱喝的薄荷汁 它里面的原味剂 但神奇了 在听话咒的宣传资料里面 是没有提到薄荷的成分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国家标准白酒工业术语的规定 白酒是不可以使用食品添加制 但最饱也不是这样的 最饱是什么呢? 最饱是记者根据公开资料 就去到听话酒的工厂 就发现听话酒的工厂 它的前身是一间叫梁露酒业的厂房 而这间梁露酒业 之前出了一支叫梁露酒 是专为辣味美食研究的酒 一支售价是二十多元 而这支梁露酒的成分表里面 是说明有薄荷成分 网上查到这间宜宾梁露酒业有限公司 在2020年就改名成为 宜宾听花酒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这支梁露酒与听花酒之间有什么关系? 大家可以猜猜 但现在同一个地址生产的酒 由以前二十多元一支 摇身一变就变成一支售价五千到五万多元的酒 正所谓今早你对我爱你不理 他早我就要你高攀不起 可能正在形容地址生产的产品 而在315晚会之后的3月16日 听花酒的官网都贴了两则声明出来 回应315的报导 他首先承认员工在推广的时候 提到健康功能是一个错误的行为 以后会规范他们的用语和作出道歉 也强调他们申请的专利 现在处于一个国际公布阶段 他们从来都没有将专利申请用来做广告 也强调他们这个听花酒生产工艺里面 采用的技术 就不是在酒里面添加薄荷或薄荷提取物 而另一张声明 就是由这个专利事务所发出的说明 大致内容就是说记者所打听的听花酒专利情况的片段 就是双方值间做的广泛沟通 只不过央视这个报导 就只是剪了一部分出来 就不是全部来的 同时也提到听花酒的良味剂技术 就不是在酒里落了薄荷或薄荷提取物 虽然他这么说 但我这么看这件事应该都难搞了 虽然人们都应该没有信心 忽然你喝这些酒都会被人笑的 我想这次太上老君不出来帮忙都搞不定了 说完这两件事 其实315晚会还讲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其中令我最深刻的 就是一个灭不了火的灭火桶 以及不能够防火的防火玻璃 之后有机会我再做一条影片跟大家讲一讲 但这条影片也是想看下大家 北上消费我知道是很开心很划 但大家都要留意自己吃的东西 买的东西 我不是说它全部都有问题 但你这样去查一查 也有很多间是中招的 而且里面有些是龙头企业 有些是连锁的食店 基本上我刚刚来到珠海 我也是很兴奋的 我叫外卖 我叫整四五样东西 来到都是三十多元 送上碗给你 又不用运费 但我看完这个315晚会之后 再加上它的演算法 又推了一些可能那些餐厅 被人突击检查 检查到厨房之类的 哇 嚇到我现在 基本上是不敢叫我去买 我已经有两个星期了 我每天都是自己去买菜 然后回来煮饭 我不敢说一定会稳定 但起码要安心一点 就是这样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我们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有开大的杂志 我们就是这样